告訴大家看到美國和俄羅斯 兩虎相爭 兩強對決 有時候更加吸引人 不要說別的 就連好萊塢的動作巨星 是地分席格的電影都有拍 你如果看到一架戰鬥機 這樣飛進靠近的這種戰艦 最後會形成的一個狀況 很刺激 我們來看看片段 會拿魔鬼戰戰的電影來舉例 就是因為有這樣類似的情況 真的在美國跟俄羅斯 兩個大國之間上演 一架俄羅斯的戰鬥機 就這樣子近距離的 飛過在黑海這個地方 飛過了美國的戰艦上面 其實真的是很危險 因為你要是一個不小心擦槍走火 就不得了 最近美國跟俄羅斯 他們在黑海上來講 其實經常發生這種 零距離接觸或是第三類接觸 距離都非常的近 像這次美國國防部 突然在網路上公布了一部影片 一段影片 就在美國國防新聞網上面 公布了這段影片 你看這一架飛機 就從美國海軍的第71號驅逐艦 第1171羅斯道旁邊這樣衝過去 就這麼近啊 你看那個拍攝就在旁邊而已啊 而且你可以判斷 這可能是他箭橋上執行的 這些軍官 可能說不定就是拿iPhone出來 給他拍下來啊 這樣拍啊 對啊 因為真的來動作很快 因為他這個飛機 它是那個俄羅斯空軍的蘇凱24 箭斯這個攻擊機 那個箭斯這個飛車這個攻擊機呢 它其實是跟美國有一款飛機 QK說是同時間發展出來的 就是美國的F111 當時為什麼要開發這種飛機呢 最主要就是要利用它的這個可變役 然後它具有良好的低空的這個穿透性 然後用低空高速進入這個戰場以後呢 然後對敵方的這個不管是軍艦也好 或是地面目標也好 發射這個火箭啊 或是發射炸彈加以攻擊 讓它從空中這個對地面發展攻擊 所以那個人家說那個俄羅斯的蘇凱24呢 基本上就是蘇聯的F111 哦 對 你看 它這個飛機啊 它本身它是一個可變役的構型嘛 而且你看 它本身它這個飛機除了這邊掛兩個大油箱之外 它翅膀下面啊 一共加起來連這兩個大油箱的一個掛點 一共加起來可以掛到8000公斤的武裝哦 你就是從空對艦的 包括你可以掛那個大型的超音速的反艦飛彈等等 都可以掛 當然最有特色是這兩個飛機 它跟它所抄襲的西方的母體F111相比 也一樣 它是用一個並列式雙座 並列式雙座在這個飛機操控上面來講 他們給它取一個這個外號叫做HOMO HOMO 為什麼 兩個坐在一起嘛 這樣就是啊 對啊 因為一般正常的雙座機都是前後重列 但它們兩個是肩并肩嘛 所以這個飛機的外號 就那個跟F111一樣也叫HOMO 對 那當然你看它可以掛的這個掛載的這個武器 真的可以說是羚羊滿目非常多 然後可以掛到這個8000公斤 那這一次出事的地方其實是在哪裡 是在克里米亞外海 哎呦 就是有紛爭的地方嘛 去年那個俄羅斯才突然 就把他拿回來了 就把他拿回來了 然後那這次這艘美國這個羅斯號驅逐艦呢 它是在那個克里米亞外海 大概差不多25海里的這個位置 然後進行航行 也就是基本上來說是完全是在國際水域上 但是呢 俄羅斯也不甘示弱 你有空沒事就弄個船到我們家門口來晃一晃對不對 所以他這次就派了飛機從他的旁邊這樣衝過去 所以這種擺明就是條綱的就對了 其實是滿條綱的 但是美軍他們在拍攝的影片下 他們也確定了一件事 俄羅斯的這架蘇凱24飛機呢 它上面沒有掛武裝 就是他們稱是clean外型 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掛 這其實沒有關係 基本上來講是沒有什麼大威脅啦 那當然那個飛機離到那個美國驅逐艦那麼近 你說會不會拿幫助快炮打下來呢 我跟你講的確 美軍的這個驅逐艦頭尾兩人都有這種幫助快炮 外加上其實神盾艦來講 它擁有非常好的一個這個三度空間的這個偵測能力 所以他們全程呢 就盯著這架飛機從他們旁邊衝過去 最後飛回自己的基地降落 全程都被美國人的這個堅持 那為什麼美國人就是要突然講 因為俄羅斯的比這句話突然說 這個前幾天啊 有一艘美國的親戚啊 在黑海啊 被我們六架的蘇凱24的這個戰機啊 輪流去把它給逼退 然後講的這個戰鬥民族的國民非常高興 然後就影片就播出來了就是啦 影片就播出來 因為其實美國跟俄羅斯之間啊 他們這種軍事互動很好玩 我們如果把時間調回去 那時候美國的小銀號剛到日本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曾經在日本海跟韓國 進行這個聯合演習 結果你知道嗎 當時也是那個俄羅斯的蘇凱27 在遠東空軍的就派了那個蘇凱27 去衝美國的這個小銀號 然後事後還據說 當時還據說用那個蘇聯 那個俄羅斯飛行員把那個小銀號拍下的照片 用email寄給了美國的海軍 所以對他們來說是在玩遊戲啊 其實是有一點 而且最好玩的是 當美國的國防那個記者 問國防部的發言人 有沒有這個照片的時候 他說你要那個小銀號照片嗎 有的確有收到 你要來待會給你copy 你可以選擇 那個好玩的